我覺得包括民進黨 包括側翼的發言 這個賴清德要發揮他 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角色 所以你要公開對社會喊話 有一些行為就會調整 事實上都是這樣 比如說如果賴清德講話 朱立倫回應 大家那個氣氛就會好一點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行為 我舉例 馬英九上任 我剛剛查了 2008年5月20號 陳水扁跟馬英九交接完 現場沒有辦革命進黨 完全一樣 我們來看我們偉大的柯總 知道那時候怎麼說 柯介平說不可能去 國民黨現在還在追殺民進黨 還在抹黑民進黨 就職典禮是國民的慶功宴 我們怎麼可能去 這話現在聽起來特別的反諷 對 所以我找出來給你聽 高志鵬那時候也是立委 他說原本性高采烈的氣氛 都被我們破壞了這樣也不好 讓他們快樂徹底一點 我們不要去殺風景 OK 現在不是一樣嗎 那我們就回顧當年 2008馬英九剛當選對不對 那如果陳水扁出來講點話 我認為他們就有可能去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說有時候這種氛圍 領導人要多說話 比如說賴清德 你現在不要只看到立法院 要不要邀請你去做國事演講 你不要只注重這件事 你是整個政黨的領導人 你對於立院黨團 我坦白講那個 我看到賴清德在對他的 行政團隊那番演說 他講得很不錯 對不對 他就是在醞釀朝野和解的氛圍 他說在野黨好的意見 我們就接受 不是嗎 調整政策 不好的我們也不要吵架 就各自 溝通 對啊 阿祈蘭就溝通 對不對 他那話講得很好 可是問題是你對行政團隊 現在在吵架的不是行政團隊 吵架的是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還有你的1450 比如說賴清德如果出來講話 你認為四叉貓還會這樣 硬搞徐曉心嗎 我不認為 當然有人會說 四叉貓又不是民進黨人 我跟你講 你就不要來騙我們這種老鳥 只要賴清德表個態 我跟你保證連綠媒 許曉心這個題目 都不會再繼續做 就大家賣個面子 李賴清德要不要講個話 坦白講你如果都不講話 那我在這裡也跟你宣告 以後綠媒 側翼 四叉貓 王毅川一大堆人講的 批許曉心的話 我都算在李賴清德頭上 我就認為都是你看的 你默許的 就是這樣 那我就以後 他們的行為我都賴到你頭上 我們也在上電視 大家都來比拼 你要不要醞釀一個好氛圍 你去看看你們當年講什麼話 國民黨不要去參加你的就職典禮 也是差不多而已 當年柯介平就是這樣搞人家 對不對 說都被追殺 怎樣怎樣 你在行政團隊那邊 在呼籲朝野合作 和解 然後立院黨團這邊 每天在那邊無理取鬧胡說八道 還搞一個柯介明 不知道心裡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困境 然後許曉心搞多久了 搞了兩個月了 夠了沒 你綠媒夠了沒 綠媒你都說不上話 誰相信啊 我就說是你賴清的默許的 只要多搞一天 我就罵你賴清的多一天 默許 默許綠色恐怖 默許吳釗燮去國安會當秘書長 準備繼續搞綠色恐怖 我就一直這樣講 只要你不出來講話 不出來發揮領導人的角色 來醞釀朝野和解的氛圍 我就認為你賴清的要負最後責任 就是這樣 不然你看現在整個 因為蔡英文本來就閉著不開記者會 所以我一點都不指望蔡英文 745天不開記者會 可是我們對賴清的不是這樣希望的 事實上 我認為賴清的到立法院做國事演說 也會講得不錯 即使是集席問答 你看你也搞不贏他 連謝龍介都不一定搞得過賴清德 所以我認為你就是基層民代出身的 對於社會的和解的氛圍 你要負更多責任 你不能去縱容民進黨立院黨團 側翼 綠媒 到處追殺 圍剿別人 然後還要呼籲朝野和解 這種言行不義看多了 少來這邊忽悠別人 大哥說得好 因為賴準融合不是被說什麼潔癖嗎 潔癖對於道德標準有多高 多高如何的 那現在是不是應該出來表個態 講個話 難道這樣的價值去追殺自民意代表 行政機關去告民意代表 就是民進黨的價值嗎 賴清德根本不可能會講話 我從來不相信他有什麼潔癖 因為你看他現在就是很明顯的 他看得很高興 就讓他們繼續去追殺許小新 然後民黨天天在幫國民黨扣帽子 那你都認為別人都是中共同路人 那你還叫他來管理 那不是很奇怪嗎 但原則上來說 這個畢竟賴清德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所以是尊重這個制度 尊重這一個職位 而不是尊重他個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在野黨其實也應該要去 像盧秀燕就說他要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但是你吳思瑤這一些 柯建民天天在酸在野黨 天天在扣帽子 那你是在野黨你會想去嗎 說真的 如果說我也不是很想去 因為我去 去不去都要被你扣帽子 那我乾脆不要去好了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 包括柯建民每天在那邊睡睡念 睡念那些東西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他一直在講說 都是在野黨蠻恨 藍白這樣多數暴力 然後就是讓這個什麼 新內閣寸步男行 其實不是 現在新內閣寸步男行的 真正關鍵是誰 就是柯建民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你假動有什麼用 你就算每天你們全部都動員了 那只要藍白那邊也動員 你就是輸 不是一樣嗎 你再怎麼動還是輸 因為人數就會比人家少 所以正常的執政黨 你人數比較少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 你如果想推法案 你應該想辦法去跟對方協商合作 沒錯 可是你沒有這樣打算 老柯從頭到尾 你看從議會開始三個月到現在 他哪一次是真的想協商 根本沒有 他每一次其實是拖自覺 不是那個拖的拖 是拖延時間的拖 他每次協商的時候就在那邊 垃圾話講了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每天都從排骨開店跟你講 然後講完之後 你真的想要跟人家協商 沒有啊 你就是要求藍白 就是要讓你的法案全速通過 一條都不能改 那人家為什麼 人家又不欠你了 為什麼一定要讓你過 所以你就被擋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一個根本無心想要 讓法案過的人才會做這種表現 我認為老柯現在就是這樣幹 他只想要去凸顯 藍白都在擋他的法案 可是實際上 真正在擋法案的人是誰 是柯建民自己 你根本沒打算讓他過 你只是想要做政治攻防而已 所以賴清德 如果你繼續讓柯建民當這個總召 那你的法案大概就全部不會過 所以新內閣寸步難行的 關鍵點是誰 就是柯建民 所以如果賴清德自己也這麼打算 就是反正我也不想讓 任何法案過的話 那你就繼續讓柯建民當總召 民眾黨519要走上街頭這件事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奇怪 他到底要做什麼 他的 你總的做一個遊行 總要有一個能夠號召人心 讓大家凝聚上街頭 要強烈的感覺跟著你一起走的 這種想法 連館長去做在他自己的網站上面 網路上面去做這個民調 結果他的支持者只有35% 願意上街頭 那你就想想看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到底為什麼要去 因為更奇怪的就是 你519去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 520你要去管理 這不是很怪嗎 你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我不是說不可以遊行 不是說不可以去包圍民進黨中央黨部 可以的 只是你們要辦這個活動之前 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一個能夠激勵人心 一個能夠讓大家願意跟你走上街頭 這樣一個目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去幹嘛 那至於說 國情報告這個東西 賴清德不是一直認為自己變才無礙 不是一直認為自己問心無愧嗎 那你就上去國情報告 而且急問急答 人家問什麼就答什麼 兵來將黨水來吐焉 對不對 我相信賴清德是有這個自信 為什麼民進黨這麼多人不敢 你們是覺得賴清德很沒用 他是個廢物 他講不出什麼東西來 你們是 柯清明你是這樣 心裡頭是這樣認為賴清德的嗎 吳斯耀你是覺得 你們民進黨的黨主席是個廢物嗎 如果不是的話 就讓他來急問急答 展現一下他的魅力 讓他的支持度突破40% 有點腫一點好不好拜託